今天晚上直播请彭老师给我们解答一下关于太极拳大家疑惑的问题 首先麻烦彭老师请问一下咱太极拳内劲存在吗 它是一种什么感觉 太极拳的内劲过去的表述是肯定存在的 因为咱们练拳平时大家练的时候都讲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 尤其过去老前辈都讲内功 但是用现在的解释就是什么叫内功 大家现在办内功好多人现在解释都是整劲 平时大家训练的时候 根据咱们练太极拳的时候从启示陈杰这种含兴八倍的那种练就擦着劲要顶起来 所以说练的时候把这种劲中正安苏的这种劲练到身上 然后发出来整体的力量 折叠劲瞬间爆发的力量 大家都现在就统成了这叫整劲 但是和小说上讲的肯定不一样 跟小说上讲的直接用掌风都把人打倒那肯定是演绎了 没有那么神话了 没有绝对没有那么神话 但是功力强的人 过去老前辈现在的人见的少了 过去的老前辈确实是一打手就把人扔起来 确实是那个时间力量角度都掌握得比较好 就是就是因为现在一过去的话就内功比较好 现在讲的就是整劲比较好 今天的内容就分享到这里 加屏幕下方微信进入旁边我老师的太极拳研讨群 我们共同进步